第295集 不好 神藏塔要引踪呢 不能让他破空飞去 必须压到地下去 清帝赞同道 好 你来压 我裂开地面 还是老规矩 李强盘坐在地上前修 外面发生的事情 他全然顾不上了 他被神藏塔耗取了所有的功力 这可是千载难逢的机会 这时候 只要有时间前修 就可以减少 因超越境界带来的自暴危险 七星天境界 是修神天剑章中最危险的 稍不小心就会彻底完蛋 李强小心的运转功力 他可不想这时候出什么差错 渐渐的 李强有一个奇妙的发现 他发现体内多了一股奇怪的力量 混在自己的神异力里 随着金尊神心的跳动平衡着自己的力量 那种感觉非常奇特 仿佛有一道子流混杂其间 约束着神异力爆炸般的力量 连他不在外面护身的九眼流也散发出淡淡的紫光 恢复功力的速度快的让他不敢相信 只过了一顿饭的功夫 他就完全恢复了 李强神清气爽的睁开眼 发现神藏塔已经有一半钻入地下了 薄具上人恢复得更快 他和天姑两人用禁止强行将神藏塔向地下压具 青帝手中一道金芒设在地上 地面上的墨火紫云晶竟然裂开一个巨大的口子 神藏塔发出令人恐惧的震惨 在三大爵士高手的联合压制下一点点的向下钻去 青帝说道 好了 他要消失了 我们准备出手 三人的神色顿时紧张起来 只见神藏塔猛然向外扩展了一圈后 随即收缩 青帝大喝一声 收 三人同时向后击退 薄具上人顺手将靠得比较近的孤星挪开 神藏塔发出一声接一声的霹雳 眼看着越来越小 周围飞舞的神器很多被他吸了进去 最后一声巨响震得整个平台一阵乱颤 刹那间神藏塔消失得无影无踪 被青帝裂开的地面也在这一声巨响中恢复原状 看不出任何痕迹 空中只余下很少的神器还在四处乱飞 薄具上人问道 是不是找到了最关键的那个门户 天姑露出一丝兴奋之色 那娇美的神态令李强不禁一呆 青帝和薄具上人似乎早已习以为常 李强心里暗想 天姑若是在修真者中间出现 恐怕没有人能在他面前站得住 他立即低下头来不敢再看 天姑娇笑道 幸亏你们撑住了 不然这一次又要失败 青帝接着说道 这次如果失败 我们这些老家伙统统都得完蛋 还是天姑猜测的比较准确 哎 神藏塔根本无法预测 多亏天姑潜心研究 终获成功 他显得非常开心 薄具上人看了李强一眼 说道 要感谢的话 你们应该感谢他们三个 要不是他们三个给我喘息的机会 我撑不到你们出来 天姑一定是碰到神藏塔的禁止了 没想到这次神藏塔如此难缠 青帝说道 徒儿过来 李强走上前去 问道 师尊 什么事情 青帝指着李强说道 你们看他有什么变化 是不是和以前不一样了 薄具上人伸手搭在李强的肩膀上 神识稍微一叹 惊讶道 咦 这是怎么回事 神医力竟然完全平衡了 奇怪 天姑没有说话 她闭目沉思半晌 美目突然睁开 摇头叹息倒 我们都没有福气得到的紫魂俭 被她收取了 奇怪 我们是一起进来的 狮子是在哪里得到紫魂俭的 这件宝贝的确可以平衡你的力量 自暴的危险已经解除了 李强不想隐瞒什么 他坦然的说出了在第三层古神藏的际语 还说道自己得到那颗水滴状神器的事情 青帝说道 原来如此 紫魂俭确实可以平衡他的境界和功力 你比我们都幸运 有了紫魂俭 你就可以继续修炼下去了 不过 以后你的境境会极慢 需要花费很长的时间修炼 李强笑道 如此说来 我没事了 天姑点头道 放心吧 你没事了 等一会儿 你师尊会传给你最后一部分的修神天剑章 还有这次得到的功法 以后也会传给你 志明突然跳起身来 叫道 那我怎么办 我没有什么紫魂俭来平衡力量啊 他虽然在修炼 但是众人说的话 他听得很清楚 所以急不可待的 书公发问 青帝笑道 你紧张什么 只要我们有解决的办法 你也就有了 你师哥是境界跨度太大了 不然他也不必如此紧张 李强突然想到一件事情 忙问道 波纳人的解决办法找到了吗 天姑摇头道 没有 很奇怪 我测算中应该能够得到解决的办法 刚才在神仓塔里 我仔细搜寻过 可惜没有发现 他的语气里又一次担忧 青帝说道 我来向他们解释吧 波约上人探道 很难解释 也许这次真会发生古仙人之间的大争斗 青帝问道 徒儿 你还得到一件水利一样的神器 给我看看 李强奇怪 师尊这时候怎么关心起自己得到了什么神器 他取出来说道 很奇怪的东西 不知道有什么用 水滴状的神器刚刚出现在他的手中 青帝就惊讶地说道 咦 圆界 是圆界 我明白了 天姑和博具上人也露出震撼的神情 赤明急忙问道 师尊 什么是圆界啊 天姑接过水滴状的神器 仔细打量了一番 说道 果然是圆界 我明白了 原来解决波纳人的方法 就是利用圆界 李强忍不住问道 什么是圆界啊 青帝缓缓地说道 圆界是比封神牌和贝叶丹顶还要厉害的神器 可以形成类似仙界一样的地方 也许不能算是神器了 只是不知道用什么来形容这件东西才算妥当 李强突然想起了佛宗 他们得到的神器大约也是这种东西 青帝神情严肃地问道 你愿意舍弃这件绝世奇宝吗 李强无所谓地说道 能够解决波纳人的现状 我有什么不愿意的 伯具上人说道 师尊 你要想清楚 别到时候后悔 李强祈祷 不就是一件神器吗 我没有什么舍不得的 青帝笑道 我想 突然还是没有明白 元界的含义 天姑笑着解释 师知 元界意味着 你可以成为一介至尊 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 你还舍得吗 李强毫不犹豫地点头 青帝 天姑和伯具 众人相视一眼 对试探李强的结果 三人都很满意 赤明听到这里 眼睛都放出光来 他忍不住插嘴 还有这种好事 师哥 你干脆做波纳人的至尊吧 嘿嘿 反正啊 他们有求于你 青帝急着赤明的话 顺势改变口吻 他点点头 这倒是不错的提议 元界一旦形成 的确是需要人来管理的 李强连连摇头 什么 让我来做元界之主 算了吧 那些波纳人中 有不少古仙人 我一个都打不过 我做元界之主 还不被他们欺负啊 天姑格格笑道 师知 不用担心 只要你来开启元界 你就掌握了元界的力量 在元界里面 即使是我也打不过你 没什么好担心的 博具商人也说 有了元界 你以后的修行就容易得多了 而且元界 必须要由我们信得过的人来执掌 由你来控制 我们和波纳人 就可以和平相处了 赤明嬉皮笑脸的说道 师哥 要是不想要 就送给我吧 我来做这个什么元界之主 嘿嘿 自从失去了摩尊的地位后 他一直耿耿于怀 眼下有这种好机会 他当然不会放过 清帝 天姑和博具商人 几乎异口同声道 不行 赤明眨巴的大眼睛 一脸无辜 为什么不行啊 我这不是给师哥分忧吗 李强笑道 那就让师弟去开启吧 他最喜欢当至尊了 我喜欢到处乱跑 就不用我来烦了 他根本不想当什么至尊 他喜欢自由自在的漂泊 所以元界之主对他没有任何吸引力 赤明顿时又兴奋起来 没等他说什么 清帝的一句话就让他绝望了 赤明的功力不够 这里只有你才能开启 我们虽然也可以开启 但我们都是快要踏上最后一步的人了 即使开启了 也意义不大 其实 赤明的功力完全可以开启元界 只是清帝 天姑和博具上人 都不愿意让赤明做元界之主 所以 清帝干脆借口 赤明的行为不够 来打消他的妄想 李强没想到 开启元界还有这么多讲究 他犹豫了一下 那就让布纳仁自己启动元界 不行吗 这次的反应更加剧烈 清帝 天姑和博具上人的脸色都变了 清帝 斩钉截铁地说道 不行 绝对不行 天姑 温言柔语道 是指 元界一旦形成 没有我们信得过的人掌握 是不行的 如果元界有变故 就会影响到现在这一界 元界是你收取的 这说明 留下元界的神人看重的是你 如果你放弃 一定会有不测的 博具上人也劝导 无论如何 你必须启动元界 其他的事情可以交给你师弟去做 赤明一听又来劲了 他兴奋地说道 也行 师哥做元界之主 我来做老二 一样过瘾 李强苦恼的直挠头 他不是那种喜欢高高在上的人 可是不答应又不行 让他管理元界实在是强人所难 过了半晌 他才说道 那就这样 我来启动元界 让师弟去管理 有事 我就过问一下 没什么大事 就别来烦我 这样行了吧 清帝三人对视一眼 都露出赞成的神情 清帝说道 也只有这样啊 天姑笑道 启动元界的方法 我来教你 很容易的 看他满脸欣喜的样子 李强觉得 自己好像又掉进陷阱里了 他无奈地申明道 反正啊 我不管元界的事情 就让师弟去管好了 他喜欢做 赤明立即说道 嘿嘿 我来给师哥分忧 都交给我了 他一副义不容辞的模样 清帝三人 无奈地看着这两个活宝 伯具上人笑道 只怕你管不了 去元界的波纳古仙人 比你厉害的人有不少 你怎么管 赤明满不在乎地说道 不是还有师尊 师姑和你老人家吗 打不过 我不会求援呢 哈哈 你们可都是厉害的人 谁敢惹我 我就要他 这家伙越说越不像话 李强赶紧打断他 师弟 够了 他心里也明白 赤明并不适合管理元界 但是怎样才能摆脱这件 缠上身来的麻烦事呢 他感到十分烦恼 天姑见李强脸色不对 忙劝道 好了 别说了 你收好元界 出去以后再讨论这个问题 清帝也打岔道 对 还是出去再说 你们先退到一边 我们三人将平台上的神器 挪移出去 有这些神器 就够外面人忙的了 孤星 李强和赤明 退到一边 清帝招呼一声后 三人一起 稳定外层布下的禁止 天姑飞出 背叶丹顶 一道七彩的光华 将整个平台笼罩 搏锯上人 打出一手挪移的灵觉 刹那间 平台开始震颤起来 李强只觉得眼前光华连闪 随着一声霹雳震响 眼前的景色不断变换 也就是一眨眼的功夫 四周突然一暗 李强重新看见了满天的星光 和闪亮的心波 他惊讶地发现 他们已经到了心波外面 赤明晃着脑袋四处张望 他用肩膀拱了一下李强 笑嘻嘻地说道 师哥 你看 人真多呀 好家伙 都是古仙人吗 不但是李强吃惊 连孤星也瞪大了眼睛 他也想不到 会有如此之多的古仙人 要知道 这些隐居的老前辈 是很难得露面的 更别说成群结队的出现了 李强大约估计了一下 外面飞行的 足有四五十位古仙人 远处还有上百名黑圣尉 伯具上人说道 准备撤出禁止 天姑已经幻化成一个少年 点头道 好 挥手间就解除了禁止 煞世间就像爆开一朵李花 禁止圈里困住的神器 都向外射去 顿时所有的古仙人 都扑了上去 由于被神藏塔 吸走了一大半神器 剩下的神器并不多 大约有二十来件 根本不够在场的古仙人瓜分 李强看见轩龙 德流恒等人 也在追逐着乱飞的神器 空中只有少数几个人 宣听不动 其他人都各展神通 试图得到一件 心波古神藏的神器 泛起天军和立尽天军 飞了过来 他们俩并不在意这些神器 紧接着 钱善雍也飞了过来 他看见李强出来 真是惊喜焦急 刚和李强打了一个招呼 就发现了旁边的孤星 他当场就愣住了 他虽然知道会见到孤星 可一旦见面 还是觉得非常尴尬 孤星的眼神 在看到钱善雍的刹那间 变得十分灵密 他的脸色迅速阴沉下去 青帝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 他冷冷地说道 孤星 我已经答应他 不再追究钱善雍的事情 他指着李强说道 孤星犹豫了一下 说道 这 青帝接着说道 他以后不会再回到仙界来 所以 这件事情就到此为止 钱善雍现在并不怕孤星 有了天神之怒 他觉得有信心和孤星搏一搏了 不过 能不争斗 当然最好 毕竟 他还没有完全掌握天神之怒的威力 功力也比孤星差一点 钱善雍和孤星的恩怨由来已久 虽然暂时被青帝压住 但是两人心里都有自己的打算 孤星后退一段距离 不再说话 钱善雍也扭过头去 不看孤星 就像是什么也不知道 空中乱成一团 青帝骤眉道 这样容易出事 这里的骨神禁止太多了 让他们小心一点 另外 不许争斗 历尽天君和泛起天君 答应一声 立即飞了出去 天姑笑道 别管他们 他们都是经验丰富的人 不会触动这里的禁止 说话间 飞舞的神器已被收取一空 也有个别的神器破空而去 那些收到神器的古仙人 心满意足地离开了 还有一些波纳古仙人 从远处围拢过来 为首的是波荣上人和格鲁赫上人 一群人停在不远处 只有波荣上人 格鲁赫上人和博贝斯上人 三人上前来 格鲁赫上人抢先说道 远处上人 请问你们找到解决波纳人问题的办法了吗 博具上人笑着说道 格鲁赫还是急性子啊 天姑说道 解决波纳人的方法很简单 他悠闲地看着他们 却没有说如何解 格鲁赫上人喜出望外 大叫道 什么方法 什么方法 快说呀 天姑似笑非笑地反问道 你是在和我说话吗 格鲁赫上人顿觉自己很无理 他竭力控制自己 露出比哭还难看的笑容 说道 对不起 事关整个波纳人的命运 冤过上人 原谅 原谅 是我太激动了 他不得不服软 话语里带着浓浓的悲哀 天姑点点头 指着李强说道 你们波纳人的命运掌握在他手中 格鲁赫上人难以置信地看向李强 波红上人和伯贝斯上人向前靠拢了一点 波红上人问道 如何才能解决 清帝说道 你们听过原界的传说吗 波红上人露出震撼的神情 师生道 原界 真的有原界 我一直以为那只是个传说 若是真有原界 波纳人就有救了 格鲁赫和伯贝斯显然没有听说过原界 格鲁赫上人疑惑地问道 波红上人 波红上人似乎还没有从震惊中清醒过来 清帝解释道 原界 只要开启原界 它就可以自成一界 据传说 原界最适合波红人的修炼体制 虽然我们不清楚 是否真能解决波红人的危机 但是 原古上人 曾经花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推测 这次古深藏的开启 一定会得到解决波红人危机的办法 因此 我们都认为 原界就是解决波红人危机的那件宝贝 天真和天去兄弟俩从远处飞来 停在伯具上人身后 天真挤眉弄眼地朝李强笑 李强也被游得笑了 看到几个朋友都过来 他暂时抛开烦恼 心里觉得好受多了 听众朋友 我都不想取得到